女主在街头经营着一家肉铺 她虽是一名屠夫却长得美艳动人 而且刀发极好 随手一挥就能斩杀一只蟑螂 这天在一家宾馆内发生了一起离奇的凶杀案 警方赶到案发现场 发现死者的手脚加上脖子上 共有三处动脉被割断 三刀致命 负责侦办这起案件的正是男主金警官 如此娴熟的作案手法 让验尸大姐都自叹不如 紧接着又发生了另一起命案 死者同样是三刀致命 而死者的身份同样是一名医生 已来自同一所医院 这不仅让警方联想到凶手就是同一个人 金警官意识到事态严重 赶紧去医院调查 他从两个妇女口中得知 医院曾经有过一起丑闻 原来十年前有三个医生狼狈为奸 借着身为医生的便利 轮接一名因车祸进入昏迷的女孩 此去那两个医生正是其中的参与者 剩下的一名幸存者正是医院的院长 全力破案的金警官加班到深夜 在路过一条街道时突然发现了一家肉铺 他看到老板娘踢骨抛肉游刃有余干净利落 那娴熟的手法让他想起了连环杀人案的凶手 同时老板娘的美貌和身姿更是让他夜不能寐 金警官怀疑凶手极有可能会对院长下手 于是他跟踪院长进入一家夜店 这才发现院长他就是一只披着羊皮的狼 白天是白衣天使 晚上变成衣冠禽兽 突然金警官发现了一把小刀 直觉告诉他凶手已经来临 果不其然一个戴面具的女杀手突然出现 但因事情败露选择逃跑 金警官经过一番追逐后仍功亏一篑 甚至连凶手的脸都没看清 警方把疑点放在了十年前被侵犯的女病人身上 只不过当年的女病人已经摇身一变 成为了当红女明星 但他否认过去曾认识医院这三个人渣医生 并对被侵犯的事件一概不知 难道凶手不是他 金警官准备从小刀入手 他拿着刀来到市场上辨人 可卖刀的老板纷纷表示没有卖 案情再次陷入了困境 男主一直怀疑案件可能与肉铺老板娘有关 他每天以买肉为名跟老板娘套近乎 还经常遇到一名老太太前来买肉 另一方面院长在地下停车场遭人袭击 预袭时曾将凶手大腿刺伤 现在院长不得不躺在医院内疗伤 金警官再次来到了肉铺 却无意间看到了一把小刀 而这把小刀和夜店里发现的那把小刀一模一样 这让金警官怀疑凶手正是老板娘 而且老板娘走路的时候一拳一拐 这更加让金警官断定凶手就是他 为了夜明真凶 金警官把老板娘约到了家里 并很强势地将他扑倒 想要验证他腿上的伤口 但是经过老板娘的一番解释后 竟然让金警官心中的疑虑消散 两人淹没在碍狱中 而此时的院长却被人迷婚 接着绑在了十字架上 凶手先将他的手脚割开 接着扒拉下他的裤子 然后放出了一条狗狠狠地撕咬他的下体 这也许是对人渣最好的报复 很显然老板娘也不是凶手 那么谁才是真正的凶手呢 一天金警官在吃饭时 无意间看到电视上正播放着 女明星演绎老太太的新闻报道 他突然顿悟 原来买肉老太太正是女明星假扮的 他再次找到老板娘追查凶手 还和老板娘打了一架 但也没有将她带回警察局 在经历了生与死的祭礼后 二人居然从情欲中找到了真爱 度过一个难忘的夜晚 第二天早上金警官在老板娘的家里发现了一本相册 当他看到老板娘竟然还有一个双胞胎姐妹时 才恍然大悟 原来当年被医生侵犯的女孩正是女明星 姐妹俩为了报仇 一个负责忽悠警察 一个充当杀手 最终将医院里的人渣三人组全部杀害 这不仅仅是一部美女杀手 剔除拜雷医生的犯罪片 也是一部表达一见钟情的爱情片 罗子 罗子 那